87.香港相報 一帶一路潛力支點城市 宜烏全力打造全球超市搭建通往全球網上絲綢之路 2015年7月22日特別報導 A.14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大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目前國際社會最為熱門的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話題 宜烏作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是絲綢之路經濟大眾戰略性商品源頭和平台 一帶一路將提振以烏戰略地位 助力小商品走向全球 億往式東濱西走雞毛換塘行四方 看今朝南來北往經貿行通達天下 行走在以烏市的大街上 彷彿這咸永不打陽的大市場 這咸名呼其實的國際超市 每天有二十萬名中外客商在這咸五值月N 十萬噸商品從這咸 Y 向世界各地 幾個簡單的數字 足以說明二烏的獨一無二 這咸 Y 50多萬種小商品的源頭 有近百種產品的市場份額名歷全國或世界第一 市場商品輻射的範圍 以擴大到215個國家或地區 比聯合國成員的數量還要多 這無疑是中國經濟版圖上的一個全奇 要從雞毛換塘起步 依靠小小貨狼丹、撥狼股 再短短三十幾年間 擺一個不靠海、不臨光的內地小城 打造成了全球小商品之都 這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是中國商品走向世界和世界商品走向中國的橋樑 經營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 商位達7萬個 擁有16個大雷、4202個種類 170萬種單品 如果在每個商位前平留3分鐘 按一天8個小時計算 擺完全部商位需要一年多時間 香港《商報》實習記者盧俊君青岩樓村 原本只是以屋近郊的一個普通小鄉村 隨著近年來電子商務的信蟻發展 該村成為全國著名的淘寶村 2014年11月19日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浙江考察時到訪了青岩樓村 稱讚其不睽違中國網店第一村 在青岩樓村 五百戶村民開起了二千多家網店 就地採購、網上交易、網絡設計 打造出了一種獨特的電商模式 二烏市委書記李一飛在2015中國二邀 世界電子商務大會開幕式致辭中提出 要把二烏打造成為全購網貨營銷中心 全國網商集在中心和跨境電子商務高地 我們在全力構建傳統市場和電子商務線上 線下融合互動發展的新模式 走一條線上線下互動的新的發展路子 跨境電子商務高地記者了解到 早在2013年7月 二烏市政府就與敦煌網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建立二烏全球網貨中心的交易營 項目的本質是二烏地區的在線化全球供貨平台 他將集合二烏本地四萬餘家商戶 八百餘萬種商品 無縫對接敦王網等各大外貿電商平台 未來全球各地的採購商將可以直接下單 通過線上線下整合的倉儲物流系統 使移烏商品以在線批發的方式 進入全球市場的網絡直銷 敦王網 C.E.O.黃樹同僧表示 敦王網重創辦的第一天起 其夢想就是為中國的中小型的製造企業 搭建一條網上的絲綢之爐 同時,建設而污購 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搬上網 獨有雙破360度全景展示 讓顧客在加州能享受到新臨期景框市場 雙破商品與實體市場一一對應 完善的互聯購物產業鏈 移烏小商品市場發育已經成熟 這也是其對應的電商網站 能夠在短時間內成功的原因 但是,電商化程度的提高 以及電子商務中心的建立 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實業上面 據統計,零售網商有70%的商品來自移烏市場 批發網商有80%以上的商品來自移烏 在義烏市場大洞下 其周邊環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小商品生產基地 有20多萬家中小企業的產品 於托義烏市場走向全國、走向全球 再者因 除了貨源優勢 還有發達的物流業等一系列配套產業 快遞公司、攝影公司、網頁設計公司、 廣告公司、包裝箱以及膠帶供應商 如雨後春筍重生 配套產業的完善與電子商務的發展優勢相關 目前,每天從義烏發網世界各地的跨境電子商務 快遞流量超過40萬件 此一數據僅次於深圳、廣州、上海 居全國第四 此外,義烏的外貿網商密度居全國第二 僅次於深圳、內貿網商密度全國第一 義烏已回聚了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24萬家網商 據義烏市電商辦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2015年上半年,義烏市新增電商企業6869家 同比增長23% 電子商務實現交易額618億元 同比增長31% 國內快遞日均出貨120萬票 同比增長60% 跨境快遞日均出貨40萬票 同比增長43% 目前,義烏市經工商登記的電子商務經營主體 已達29,250家電商產業成為當地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當地經濟增長機會 感谢观看